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章我将带大家编写一个爬虫的功能 首先呢打开这样的一个网址 dly.tapscreate.demo.html 然后secret等于secretkey这样的一个地址啊 这就是我们要爬取的这个页面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网站 我写了一个静态的页面供大家进行爬取 那反复的刷新这个页面 大家会发现它下面的这个课程的学习人数 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这块的数目实际上是我生成的一些随机数啊 也就是说每一次我去访问这个页面 当前课程学习人数不同的课程 对应的展示的数量是不同的 那我想写一个爬虫 爬取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爬取的就是这个页面 当前不同课程的学习人数 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代码写完了之后 我们的代码run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在我的工程里面啊 我已经把代码写好了 那原代码在src下面 那打包过后的这种gs的代码 是放在这个build模式下 里面有一个caller.js 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爬虫的代码 那在data下面会有一个cost.json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只有两条数据 我可以把cost.json给它删除掉 现在什么也没有 然后我去运行编写过后的这个爬虫 node执行build模式下的这个caller.js文件 build模式下的caller.js文件 回车 OK它会执行一次 这个时候会生成一个cost.json文件 那我把里面的内容格式化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会爬取到当前时间 不同课程对应的学习人数 所以这个爬虫的功能主要就是这样的 我可以再去爬取一次 好 你发现这个json的内容变了 我再格式化一次 它会多出一条数据 也就是说再次爬取的时间 对应的这个时刻 不同的课程学习人数有多少 那我们的爬虫主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回到刚才我们的网页上了 那为了防止盗版呢 实际上在这里面 我做了一个secret这样的一个健全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在去写后面代码的时候 写这张爬虫代码的时候 你想能够爬取这个页面呀 必须得有这个secret对应的值 那这个值从哪获取呢 目课网的同学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地址啊 git.imook.com coding412下面的sourcecode这样的一个路径 那整个课程的原代码我都上传到了这个git仓库里面 只要你是正版的购买本课程的同学都可以访问到这个目录 在这个目录下面往下去翻翻到最底下 有一个readme.md这样的一个文件 在这里面你可以获取到secret对应的值 现在呢它是一个secretkey 所以把这个值复制一下 你再去访问这个链接的时候 让secret等于secretkey 你就可以正常的访问 但假设啊你没有这个secret的值 你回车 你发现它会自动的跳转到首页的 所以secretkey这个值很重要 为了避免后面课程对反复的盗版 所以后面我会经常的到这里面 去改一下secret对应的这个值 那有可能大家在看的时候 它已经不是secretkey了 那么你记得到时候 你访问我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就访问刚才的这个路径 的时候你填secretkey可能访问不了了 那么你就到我的这个get仓库里面 去找一下新的secret的值 填写到后面就可以去使用了 好那有可能大家后面写代码的时候 发现你的代码本来运行的是正常的 突然之间爬虫就不好用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边对secret 对应的值做了变更 那你只需要到这里啊 去重新查一下 secret当前的值是什么 替换一下原来你代码里面 老的secret的值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OK 所以呢 在讲解第二章课程之前 首先把这几个知识点 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这节课就这么多 大家加油 再看一看ieten